这是什么东西 谈你那些明星没吃过的食物 节目中沙翼为现场的美食 搞得一头雾水 沙翼同学肯定吃过 煎饼是吧 他真没吃过烤冷面吗 你吃过烤冷面吗 没有 你没有吃过烤冷面 你吃都没人 我刚刚说了他没吃过烤冷面 我今次吃都这样了 烤冷面和年龄无关呀哥 和年龄无关的东西没吃过 就连和童年有关的东西 沙翼都没吃过 吃过烤的口可依 吃过烤的口可依 杀沙翼同学他确实没有吃过烤条 沙翼老师你妈把你咋了 我没吃过 咋的一点都不让你吃了 烤条是豆腐是吧 可怜的沙翼因为不认识鱼鹿 可悲国旗林坑敲辣 鱼鹿是什么 鱼鹿是潮汕地区拿那个鱼 去发酵之后出来的那个汁 那它是配这个吃的吗 肯定不是啊 那当然不是的 多多倒点 真的挺好的 好吃 确实好吃 这也有这么吃的 也有这么吃的 真有这么吃 确实有这么吃 沙翼面对黑乎乎的腊肉 也表现出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 这是什么肉 腊肉啊 你吃的腊肉都是这么新出来的 这不是太黑的吧 但沙翼在新餐厅吃饭时 被上来的一道菜搞得迷惑不紧 那样不会吃哪个肉 我看不懂 你那个樱桃是鹅肝吧 真的吗 真的吗 别跟我撒谎 他绝对不可能是鹅肝 跟我尝一下 你尝一个 樱桃还是鹅肝 鹅肝 同样是全新餐 看到带有血色的牛排 刘宇宁被吓得语无伦次 还是东西低血是正常的吗 那不是血是菜头汁 干犯人的突然迷茫 往往就在一瞬间啊